接下來要播出的是日文2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吴志秀 欢迎收看空中日文2的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和我们一起快乐的学习日文 上星期我们学习了 介绍日文动词地变化的句型 我们学习了 なくでもいいです的用法 也学了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的用法 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都了解了呢 那这里的话呢 这个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就是表示一定要怎么做 你非这么做不可的句型 なくでもいいです的用法 就是允许对方不要做这个动作 譬如我们说 你可以不要吃 食べなくでもいいです 那如果你说 你一定要吃 食べ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的用法 希望同学们多多的复习这些句型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おじいさんは毎朝六時に起きて 庭を散歩します 的这个单元 那这里要讲到的是 上一段动词 下一段动词 还有可行回用动词 上行回用动词的中子型的用法 那么同样的 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先欢迎邱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琪满 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各位同学 最近日语的学习状况还好吗 虽然动词的学习 可能造成你比较大的负担 但是同学要有耐心哦 而且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下课以后呢 也要常常拿出来复习 这样才能够把日语学好 各位同学加油吧 谢谢邱老师 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学习 今天的课程的内容的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 今天要讲的是 动词的上一段动词 还有下一段动词 它在后面加上 这个接续的住词 て的这个用法 譬如我们来看 这个mir呢 它就是用mi来加上て 好这台neru 就用ne加上て 起る就用置き加上て 食べる用食べ加上て 好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 か行活用动词 与沙行活用动词 加上这个中词形て的用法 譬如我们来看 か行的くる变成き加上て 沙行的勉強する 变成勉強し加上て的用法 好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重点 要讲到的是 复合动词 譬如说 働きすぎる 的这个用法 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一课的 句型的重点 那么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会详细的 带同学们好好的做练习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 我们这一课的单字 请同学们跟着秋老师练习 多走 spotlight 然后我們練習 directions 哦 squid 哦65 哦渌 Gree 哦unky 哦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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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 bowls 卡苗 case 伝統 伝統 名所 名所 掛ける 掛ける 片づける 片づける 疲れる 疲れる 付ける 付ける 始める 始める 働きすぎる 働きすぎる 見物する 見物する 壊す 壊す やる やる めいじじんぐ みいじんぐ せんそうじ みなさん よく練習しましたね 好 謝謝 秀老師 那麼這個地方呢 講到兩個單字 一個就是 めいじじんぐ 一個是 せんそうじ 這兩個單字 我知道 這是我們去參觀日本的時候 必須要去的地方 可不請秀老師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是什麼地方呢 好 那大家都知道 很多同學應該也都去過 就是這個明治神宮跟淺草寺 是日本東京最有名的景點之一 那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明治神宮呢 它外面有個巨大的鳥衣 那這個鳥衣的這個使用的檜木可是來自我們的阿里山呢 所以同學如果去的時候呢 不妨多看它幾眼 那另外淺草寺呢 它也是很有名 它的門口有一個大的燈籠 上面寫一個雷門 雷門 那還有它的旁邊呢 可以買到很多很可愛的日本的傳統的紀念品 同學如果有空的話呢 不妨到這兩個地方去看一下囉 好 謝謝秀老師 好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參觀的景點 叫做美修 就是著名的地方 那麼希望同學們有機會到日本去旅遊的時候呢 可以到這兩個地方來看看 那就是我們這一課的單字 那麼希望同學們呢 有空的話 多多記單字 多多複習 那麼畢竟單字就是力量 這樣可以增強在日文能力的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練習就是 我們這一課的句型 那麼首先講到的第一個句型就是 おじいさんは毎朝6時に起きて 庭を散歩します 的這個用法 那這個句型我們要學習的是 這個接序的助詞 て 的連接的用法 那麼在上一段動詞跟下一段動詞 它的第二變化中字形加上て的時候呢 只要把這個ます 拿掉換成這個て就可以了 那麼這個て的話呢 我們這裡常用到的就是 兩個動作或是動詞 動詞偏語的一個連接的用法 譬如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えいがおみます 加上かいものします 那麼這兩個動作 我要把它放在一起的講的時候就變成 えいがおみて かいものします 把這個みます 這個上一段動詞 的ます 拿掉 變成みて 那麼直接加後面的動作 那麼就變成看電影 買東西 這樣兩個動作的連續敘述 わるいものをたべます おながをこわします 那這兩個動作我要把它放在一起 變成 わるいものをたべて おながをこわします 吃了不好的東西 弄壞了肚子了 那麼一樣把這兩個動作放在一起 たべます 這個下一段動詞呢 把這個ます 換成て 這個中詞型的て 那麼這樣子整個句子連接起來 就可以變成一個複合的句子了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這個て 這個形態的練習 みる 那麼改成用みます 的時候呢 好 如果我們要加上中詞型的て 的話 那麼把ます 換成て 就變成みて ねる 變成寝ます 好 把ます型的ます 換掉 變成て 變成寝て はじめる 變成はじめます 就變成はじめて きる きます 變成きて かたづける 變成片づけます 就變成片づけて おきる 變成おきます 就變成おきて 教える 教えます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句型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做句型練習 好 那麼剛才呢 我們學習了て形的用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句型的練習 ちちめがね かけます 新聞 読みます 我們把這兩個句子 組合起來變成 父は眼鏡をかけて 新聞を読みました 爸爸 戴著眼鏡 読報紙 弟 電燈 付けます 勉強 始めます 會變成 弟弟 開了燈 開始読書了 弟弟 開了燈 開始読書了 弟弟 開了燈 開始読書了 を存在読書 弟弟 悪いもの を食べます お腹壊します 日 Connectем 吊 標記 alors 弟弟 壺さ Yang of You Lex In 陈先生呢 工作太多了 農法的身体 林さん お酒 飲みすぎます 胃 壊します 農法的身体 这个林先生呢 喝太多酒了 弄坏了 胃 林さん 休養 できます 学校 休みます 辞成 林さんは 休養ができて 学校を休みました 这个林先生呢 突然有急事 休息没有来上学了 好 那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句型 讲到上一段动词 还有下一段动词 加上接续助词 て 的这个用法 表示两个动作 或者是两个动作状态的一个连续叙述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句型 昨天晚上呢 读书 还有看电视 那这个句型学习的是接续助词 て 连接か行动词 或者是三行动词的时候的一个用法 那么这两种动词的变化呢 是属于不规则的变化 所以呢 か行动词就要用き 然后三行动词 就要用し 来加ます 加加て 也就是把ます 的形态 换成て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友達が家に来ます dvd を 借ります 那么像我要把这两个动作 连接起来变成一个句子的时候 那么就要变成 友達が家に来て dvd を 借ります 朋友来家里 借 dvd 所以把きます 这个か行动词 只要把ます 换成きてて しん 然后这样连接两个句子就行了 買物をします 笑顶みます 这两个动作 连接起来的时候 会变成 買物をして笑顶みます 这个します 它是一个三行动词 那么一样 我们把ます 形 换成て しん 变成 買物をして 这样就可以组合两个句子了 勉強します 笑顶みます 那么句子会变成 勉強して 笑顶みます 这个勉強します 它就是一个三行的复合动词 那么一样相同的 只要把します 的ます 换成てしん 变成 勉強して 笑顶みます 变成 读书 看电影 这两个动作的一个连续叙述 好 我们来做句型練習 掃除します 会变成 掃除して 勉強します 变成 勉強して 練習します 变成 練習して 散歩します 变成 散歩して 来ます 变成 来て 来ます 变成 来て 这是形态上的練習 我们来看句子的練習 友達 家来ます ゲームやります 会变成 友達が家に来て ゲームをやりました 朋友来家里 玩游戏 日曜日 掃除します 選択します 会变成 日曜日 掃除をして 選択しました 礼拜天 打掃 洗衣服 这是我们第二个句型 就是カ行動詞 还有三行動詞 加上て形 接续助詞的連續叙述的用法 希望同学们呢 記得形态的練習 然后呢 尽量把两个句子 两个动作 組合来看看 試試看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三个句子 午前は何をしましたか 我们来做句型練習 勉強をします テレビを見ます 好 那么现在要怎么回答呢 勉強をして テレビを見ました 好 这个上午的 做什么事情呢 读了書了 然后也看了电视了 日曜日 何をしましたか 礼拜天 做了什么事呢 選択します 部屋を片付けます 好 那现在要怎么回答呢 洗了衣服 然后打扫房间了 土曜日 何をしましたか 花を植えます DVD を見ます 那么 就会变成 花上でDVD を見ました 花上でDVD を見ました 棕了花 買了DVD 午後は何をしますか 請問 下午要做什么呢 映画を見ます 買い物をします 会变成 映画を見て 買い物をします 下午要看電影 要買東西 昨日は何をしましたか 昨天 做了什么事情呢 掃除します 散歩します 那么 就会变成 掃除して散歩しました 打扫了 也散歩了 好 那我们練習了 这个T型的用法 那么 請同学要特別留意一下 是 這個T型的話呢 不管是不是過去式 T型的地方呢 不用考慮到時態 只要在最後面的地方 改成過去式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請同學要多加留意 好 那我們講了很多T的用法 那麼 其實T的話呢 除了在做動作的連續修飾之外呢 它還有其他的不同的含義 那我們來看看 譬如說 這個T的話呢 它可以表示動作的連續敘述 譬如說 7時に会社を出て 7時半の電車で家へ帰りました 這裡的話呢 把会社を出る 離開公司 跟家へ帰ります 這兩個動作連續敘述 並從7點鐘離開公司 搭7點半的電車回家 這兩個動作的一個連續的敘述用法 妹妹的話呢 她要來台北來找工作 把來台北跟找工作 這兩個動作呢 放在一起來連續敘述 好 那麼除了這個連續敘述的用法之外 T的話呢 還可以有表示原因的意思 我們來看 この頃は食べ過ぎて2kg太りました 最近呢 因為吃太多了 胖了2公斤 所以這裡表示一個原因的用法 因為食べ過ぎる 因為吃太多了 急用ができて約束をキャンセルしました 因為突然有急事 所以呢 取消了這個約會 這裡的話 這個て有表示 因為的原因的用法 好 所以這裡呢 我們稍微介紹了這個て 它的一些含義 因為注詞的話呢 它沒有固定的一個意思 它只有文法的功能 那麼在不同的句子裡面呢 它會有不同的意義的表示 好 所以請同學們要多加 留意這個注詞的用法 那麼接下來 我們還有一個格注詞 這個o的這個用法 要來介紹 好 我們來看這個o的用法 那麼這個o呢 它除了一般我們表示 受詞的這個功能之外呢 它還可以表示 這個分離點離開的場所 還有這個動作 移動的這個空間 這個動線的範圍的用法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譬如說表示受詞的用法 ご飯を食べます 這裡的ご飯是名詞 食べます是吃這個動作 那我這裡要表示 這個ご飯是這個食べます 吃的受詞用法 所以這裡我們用o 來表示受詞的用法 てがみを書きます 那麼這裡一樣てがみ是名詞 書きます是動詞 所以這個てがみ 就是這個書きます 的受詞的用法 那麼第二個用法 我們講到o的這個分離點 表示離開的場所的這個用法 けさは8時頃うちを出ました 今天早上呢 大約8點左右 離開家 所以這個うちを出ました 這個o的用法 表示分離點 離開的場所就是うち家的意思 わたしはいつも銀行の前でバスをおります 我總是在銀行的前面呢 下公車 バスをおります 下公車 所以這裡的o的用法 表示おります 下的分離點 場所的那個バス 這個地方的表示 好 那麼再來 這個おた 還有表示 動作移動的動線 或者是空間的用法 比如說 朝起て水海の周りを散歩しました 散歩しました 這是一個移動性的動詞 散歩 好 那麼早上起床之後呢 在湖的周圍 周遭來散歩 所以這個散歩的動線 散歩走的空間呢 我們這裡用お 來表示 台湾の選手は第一コースを泳ぎます 這個台灣的選手呢 遊第一個水道 這個地方呢 一樣泳ぎます 它是一個移動性的動詞 所以呢 他遊的這個單位呢 用コース 在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用お 來做一個表示 好 那麼這裡講到的 就是兩個助詞 て跟這個お的介紹 那我們休息一下 來看下一個句型 働きすぎる 剛才我們介紹了 助詞 て還有お的講法 那麼現在我們來學習的是 下一個句型 働きすぎる 的這個用法 這是一個複合動詞 那它的話呢 是從動詞原形 働く 加上すぎる 變成働きすぎる 的用法 這里的話呢 只要把ます型 換掉 換成 後面的すぎる 這樣就可以了 那这个すぎる也表示超过的意思 所以働きすぎる意思就是表示 工作太超过了 做太多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动词的练习 比如说 食べます加上すぎる就变成 食べすぎる吃太多的意思 飲みます加上すぎる就变成 飲みすぎる就变成喝太多的意思 飲みます加上すぎる就变成 飲みすぎる就是讲说太多了的意思 好 那个这里就是我们的复合动词的用法 那么动词加上すぎる之后呢 就变成整个复合动词用法 那么整个动词的变化就等于すぎる的变化方式 这是我们这一课的句型重点 那么请同学注意 只要把句型记住了 掏换不同的单词进去 就可以造出很多不同的句子出来了 希望同学们好好练习 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课的绘画的部分 首先呢我们先来欣赏生活短剧 masks 红色的织画 昨日はどこかへ行きましたか いいえ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友達が家に来て遅くまで遊びました 友達と何をしましたか 色々面白い話をしてカラオケをしました それからお鍋を食べました それは楽しかったですね はい楽しかったです 好那么这个绘画場面 在公司里面開一下で 这两个同事之间的对话 我们来看文法的说明 昨日はどこかへ行きましたか 昨天是不是去了什么地方的呢 どこか 这个か表示不确定的か 你是不是有去什么地方的呢 いいえ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不 何里都没有去 どこへも 还这里一文词加上も 后面加上否定用法 表示全部都否定 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何里都没去 友達が家に来て遅くまで遊びました 朋友来的家里 那么一直玩 玩到很晚为止 遅く是很晚的意思 友達と何をしましたか 你跟朋友 做了什么的呢 いろいろ面白い話をして カラオケをしました 我们聊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呢 也唱了カラオケ了 それから お鍋を食べました 然后呢 我们就吃了火锅 それは楽しかったですね 楽しかった 这就是楽しい的过去式的用法 那很愉快哦 はい 楽しかったです 试得非常的愉快 那是 昨天在一起 非常的愉快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一刻的 一个句型的 一个说明 那么请同学们呢 跟着邱老师 再来多练习一次 みなさん一緒に どうぞ じゃあ 練習しましょう 昨日はどこかへ行きましたか 昨日はどこかへ行きましたか いいえ 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いいえ 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友達が家に来て 遅くまで遊びました 友達が家に来て 遅くまで遊びました 友達と何をしましたか 友達と何をしましたか 色々面白い話をして カラオケをしました 色々面白い話をして カラオケをしました それからお鍋を食べました それからお鍋を食べました それは楽しかったですね それは楽しかったですね はい 楽しかったです はい 楽しかったです みなさん よく練習しましたね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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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この課題の 劇情の描画部分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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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はどこかへ行きましたか はい みなさん よくできましたね 同学們練習得非常好 昨夜は何をしまし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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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レビを見ましたか 勉強しま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 それは楽しかったです 楽しかった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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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我們來看 單元的歌曲的部分 請同學們一起欣賞 好的歌曲 あれ待つ虫が鳴いている ちんじょちんじょちんじょりん あれすつ虫も鳴き出した リ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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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の夜中をたきこうす ああ面白い虫の声 吉利吉利吉利コロッキや ガチ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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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靴は虫 後から馬追いついて ちょ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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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スイッチョン 秋の夜中を泣き通す ああ面白い虫の声 この歌曲は虫の声を楽しんでいます この歌詞はここで終わりです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